继续大比赛去 昨天学完台球 越学越没自信 所以说实战之中出真谛 然后昨天挺忙的 也不知道在瞎忙什么 晚上还去参加了一个酒吧的小比赛 然后很不幸也没进前三 只能看着 这个命不好 命不好没办法对吧 去买新兵乐 现在改喝香草 这样的话先戒断咖啡 再戒断新兵乐 循序渐进 好我们出发去星巴克 昨天这个车怎么倒过来停 最近真的是中心海的这个车位 怎么那么少 都谁住在这我都不知道 就是一个月里面 可能每一个月两个礼拜 好好守啊 然后现在我在车里面开车录视频 我都已经不敢用耳机了 这一用耳机 就有时候录不上声音的 好在昨天有一堂课一个半小时 就是它可以选择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 你们看四段视频加起来正好是一个半小时多一点 中间中间基本就是我特意简单 没有缺少什么内容 只是一开始到的时候和它下扯了十分钟 和临走时候又扯了十分钟 总体来说我觉得听他说话听懂70%好像都没有 不过好在大家聊的是一个东西 对吧 是一个大家都了解的东西 那是怎么连财带笔画的基本能明白 那你看总结下来就是我问他 我说他妈的怎么我每次打长台笔竿 总是带赛啊 或者是长台的那种球 或者是比如说长台的定感 长台的定感 球定在那里了 那不停的在转 然后后来我发现应该是打基姆球的那一瞬间 是打在中心点的 但是呢 中心点碰到之后 手自然会往左滑 这样就形成波杆 拨了一下看 那球就转起来了 呦 这怎么今天还挺长素质 都红一堆排队的 什么情况 真心意起来 而且昨天 我发现昨天股票一不好 球就打不错 这种那么简单的清牌都生不掉 瞬间觉得受打基姆 自尊心受不了 随便找一个阿姆阿狗来 这种球型都应该打过来 对 这个大飞机这个衣服 怎么那么热呢 这哥哥不要我变大 然后有些人对巴提亚似乎很了解 说我出没的地方原来是中天 我在多次视频里面说过中天 在我概念里面它不是把天 在巴提亚老百姓概念里面 原则上也不是把天 除非南汇清浦金山都认为它很上海 认为是上海的市中心 那就没话讲 包括松江 但松江现在发展得很好 松江这种地方都属于卫星成员的发展 你说我再怎么住也肯定是住在离市中心不超过两公里的范围 所以说我离市中心我就在市中心的 不是说中天不好 在中天买的房子的兄弟姐妹们 不要有任何的内心波动 毕竟咱中天还挺好 晚上也不会有那种酒吧吵的声音 像现在中心海你住在里面 包括贝斯你住在楼层越高 你的噪音越大 我每天晚上录视频 录那个深夜故事 昨天晚上没录我忘了 我忘了做这件事情 年纪大的机型不好 然后这个它又炒到三四点了 当然你如果关窗的话 它不影响 不关窗的话 像我这种抽烟 阳台的那个拉门永远是开着的 然后就有这种酒吧的很开的声音 但是怎么今天那么讲素质的吗 今天什么情况爱国日啊 平时我想从这个小路转出来 还得抢B围一下 今天我常听方车都停在那边 什么情况到现在还没开 不容 谁能告诉我今天发生了什么呢 泰国现在开始实行五讲四美了 还是以前当年上海搞的 行为七步规范的 这里让路人先走 别人都会鞠躬的 从我们上海就不一样了 我们上海的新人很少商量 手机车 哎哎哎哎哎 鼎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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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落那么少的抽也给我 这停转吧 今天酒店人 这家酒店人也挺多 这家酒店客流一多 我发现整个巴提安的 人就会变多 像明珍一样 今天大家股票应该是普涨的 我没有把昨天涨回来 只涨回来 昨天损失的一半都没到 不开心 我先买个咖啡 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今天就不热 今天还挺凉感 我只是想放大看看脸 就会冷静 结果把我吓一跳 所得的 啊 嗯 啊 啊 啊 那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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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咖啡 那给咖啡的咖啡逮了 没咖啡呢 有人说打台球没有运动量 又提到这个问题了 我也就奇了怪了 我打台球 和要运动量没什么关系了 那么快就好了 走吧 继续出发 我忘了我昨天给大家说过没有 泰国的疫情间本来7月23号到期 现在又顺延两个月 所以下次我还是能再做一次疫情间 讨厌了 我上次是送到曼谷区续签的 不是巴提亚续签的 还得麻烦朋友帮我去续签 好像有一个哥们儿 8月2号要到巴提亚了 今天这条街道上面怎么都 感觉那么冷清呢 最近警察在这里抓人 就在这条海滩路上 抓人 抓站街的 当然主要抓的不是站街问题 而是查成温阵 因为蛮多老窝 老窝在逃过来了 我实在忘了我昨天一路上面 那段没有声音的半小时 多一点的视频 烙了啥 所以 如果不是在昨天 而是在以前 以前机器里面出过的 抱歉啊 机器不好 吹牛逼带也都知道了 前吹后 抓了老窝的 什么柬埔寨链店的 那过来抢饭碗了 这个对吧 不行了 外国的农业 分属业 还是需要有保障的 这疫情不结束 老外们不常居 怎么连看车的人都没了 一个礼拜就两个人了 而且还都是泰国人 所以啊 就像有些人 问我买车买什么 比如说本田疯田 然后别人说我不懂车 妈好歹也在国内 我也是一年换一辆车的人 开过的车无数 虽然不懂维修 但是我们买车 肯定是选择一个 合适性价比高的 特别是在海外 合适性价比高的 无非就是保有量大不大 流通心好不好 本田疯田在泰国 世人皆知都没毛病 我给出这个建议 别人说我不懂 哎呦我擦 然后这哥们以前 每次碰到有任何问题 都会很激烈的反抗 比方说 我有一期视频出了 我说 大家记得去协程办那个 只要付快递费的参议件啊 在泰国有用的啊 啊 然后这哥们 其实这不是哥们了 姐们 说啊没有的 老张春 也不是没有 我说有的 他说没有 我搜过的 就是没有 啊 那我打开手机 做了一个 录屏 视频 对吧 发给他 告诉他怎么搜索 然后怎么找 然后他说 哦 有的 我没看到 然后呢 说到AIS卡 他也买了一个 买了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东西 啊 很贵 说我说了 没有 你他妈搜索不来 我能怎么样呢 这次又是车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愿意 呃 很直接的 对 个人去回答问题 就对个人回答问题 你回答了别人舒心了 别人都不一定会感谢你 更不要说 你回答了之后 别人去尝试努力了 结果他妈智商有问题 啊 做不到你这样的 那怎么办呢 那别人就会来怪你 啊 就不会觉得是自己智商有问题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 有很多 很多人私信我 问了一些问题 包括什么 买多大的房子啊 买在哪里啊 老 什么 读书多少钱啊 然后在国内有多少财产啊 呃 这些财产一部分做理财 一部分一家三口开销 在巴提亚可不可以啊 这个 那我怎么回答了 你虽然已经说了家庭人数 说了你的损款数 但是你没说你的消费能力啊 以及你的一些必需品啊 我哪知道你老婆爱不爱用欧莱雅 欧莱雅 那你老婆爱用欧莱雅啊 好 在泰国便宜的啊 举举例啊 如果喜欢用欧莱雅的欧莱雅在泰国便宜啊 那你说他妈的喜欢用海兰制迷的 那我怎么知道他的这个消费到底怎样啊 那等他过了 非要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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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单向问题 真的不好回答 如果你回答全面的人 那可能有六七成人是喜欢的 啊 这红车 这水冰 太差了吧 我你妈打了个针 你还过来挤 挤你妈 行吗 所以类似于这样的 一个单个的这个问题 真的好多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所以我就说抱歉 我实在不知道 我知道我也不可能说 吃的这种亏太多 实在没办法 老被别人怼啊 而且因为别人智商问题 被别人怼 那你说 你怎么办呢 你和弱智去吵架 你吵不淫烈啊 对吧 然后别人 你姐们买车还得买贵的 买便宜的还要装逼的 你说一辆本田私域 或者是雅阁也要一百五六十万台铢了 他觉得一百五六十万台铢贵 他说迷你怎么样 迷你要六十万人民币 你说怎么样 当然别人姐们在上海是开保时捷 特斯拉和 那叫什么 阿尔法的多牛皮 这个250万以上的车都不考虑 你还要装逼 那你怎么装呢 对不对 好了我到了 本期视频就聊这些 大家问问题 我反正合适回答的我回答 不合适回答的我就不回答了 拜拜